各位學員大家好 那我們接下來講DVD第三集的內容 接下來這兩堂課第三集第四集 最主要是教說怎麼排掛 怎麼把一個掛把它排出來 這個很重要 你掛排不出來就不用斷了 但是現在科技進步了 其實你從網路上 有這種免費的排掛程式 或者是有專門在賣這種 排掛的軟體都有 所以其實你這兩節 如果真的不會的話 我會教你們電腦排掛 那最好還是要會 因為你不可能說24小時都在電腦旁邊 如果說你有一天出外 如果遇到緊急的事情 突然想要補掛 那你這樣子就沒辦法了 而且是你如果說也要當老師 你如果私之班的人也要當老師 人家會看你的功力如何 你要用電腦排掛的話 就被人家給來 說你這是不是不會自己排掛 還是要用電腦排掛 所以還是要自己學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學不起來 因為這排掛是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這排掛是比較複雜一點 如果真的學不起來的話 沒關係 那我們還有會教電腦排掛 那我們看這個課本第三十三頁 第二篇雙掛這邊 第一節是介紹虎掛的基本工具 它的工具 第一個 要有銅錢三個 銅錢三個 類似像這種銅錢 這一種 那你要注意哈 他這個 銅錢就是古代銅錢 銅錢會有 兩面 正環兩面 那哪一面是正面 哪一面是環面 那銅錢是這樣子 然後正面的話 他會有畫這種圖案 這個叫正面 這個這個畫這種圖案 不知道什麼意思 不清楚 這兩個圖案 那背面的話 會寫字 他背面的話 是寫字 這個是乾隆風防 他是寫的 這樣子 這是比較常見的 補石頭的那種銅幣 不過這一半都是假的 我不確定說我拿這個是真的假的 因為這個不是我自己去買的 是別人給我的 那這一面的話 我們叫做正面 這一面叫背面 尤其是背面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他有什麼條件 要有三個 第一個要有三個 一定要有三個 再來 他的條件第一個 大小要相同 形狀要為圓形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三個 彼此大小要相同 彼此大小相同 而且都是圓的 你不要拿那種 框的或者是多角形的那一種 那個不可以 這是為什麼 因為你大小相同的話 機率他會相等 在圓的話 他在 你放進去的時候 他在那個 碰撞的時候 比較平均 這都是機率問題 第二個不能夠有損毀 你的銅板 不能夠有缺角 不能夠缺角 或是彎曲之類的 第三個 厚度已薄 但不能薄到容易彎曲變形 所以他這個厚度 這個厚度 越薄越好 但是你不能薄的時候 你一彎就變形 所以基本上這樣 這樣子是可以的 這是蠻薄的 好 那為什麼要薄 薄的話 他本身比較輕盈 你 你再放進去的時候 他 比較容易跳動 比如說這樣子 你放進去的時候 有沒有他比較容易跳動 他容易跳動的話 他就 既然而然 就比較平均 好 他就比較平均 好 第四個 這個 很重要 你不一定要選用股錢 英皇街的股錢十之八九 都是贏品 反而不具效力 選用新台幣一元 硬幣即可 那為什麼 為什麼 很多人用這個股錢 其實是一個噱頭 好看的 因為你如果是職業的掛師的話 人家來補 你用一塊錢的比較難看 你用這種的話 比較有看頭 好 是這樣子而已 好那你如果是用一塊錢的 那哪一面為正面 哪一面為環面 好這文字那一面 文字那一面 一定是 一定是背面 啊 我們一塊錢的 那邊是寫意圓 好這一個是背面 好這一個是背面 啊這邊寫意圓 寫國字的意圓 那就是背面 正面的話就是畫一個國護的向 這是正面 所以圖案的是正面 文字是背面 那你用五元的十元的都是這樣子 圖案的都是正面 文字都是背面 那你越小越好 所以用一塊錢的 比較好 一塊錢比較好 再來 34月 龜殼一個 那他的條件大小要適當 大約為首能握住幾個 那我用的是這一個 是這一種 大小差不多這樣子 他這邊是有一個洞 讓你裝那個硬幣進去的 那尾端這邊用紅紙把它塞住 他把你錢幣就掉出來了 那個瀑布是這樣子 那我們在補的時候就是 左手握住這個龜殼 然後你就是把這個錢幣 你左手握住龜殼 把錢幣放進去 那龜殼那個背部朝上 然後右手把它蓋住他的這邊 好 然後這樣子 要兩三下之後 再放到那個盤子裡面去 第二個 真正有靈性的龜殼 必須把活生生的烏龜 就是要把那個活生烏龜 從頭把它 用那個夾子把 從頭把它抓出來 這很殘忍的 抓到好像死掉了 從頭中取出來 經過防腐處理 再從夾子日夾子時 你要找一天夾子日夾子時 要祭祀六十天 到另一個夾子日的指示 那彼者 我並不建議這個殺身 而且 也不見得說 你一定要用龜殼來占卜 才會寧願 其實只要誠心誠意 你用掛筒 或徒手 都是一樣的 都會寧願 什麼叫掛筒 掛筒就是類似像人家那種鼻筒 竹子座的或木頭座那種鼻筒也可以 或者說你徒手也可以 徒手就是說 你把這錢 直接放在手掌這邊 然後凹起來 把一次把它蓋上去 讓它這樣有空隙 這樣也可以 搖後就可以了 這樣也可以 那像這個龜殼 這個其實不是我去做的 講到這個龜殼 這個實在是很神奇 這個是那時候我在新竹 我在那個大眾 都前去上班的時候 那有一天突然夢到說 說我叔叔他家 那個神明桌上 有一個這個龜殼 擺在那邊 我夢到的 我沒有去喔 他的台北 我夢到說他那邊有龜殼 結果我去他家 我就跟他要那個龜殼 跟他講說 我有在苦瓜 你又沒在苦瓜 你根本不需要龜殼 你就龜殼給我好了 然後我叔叔都跟他講說 跟我講說 那好你問啊 你問我們家中的神明看看 因為他是擺在那個神明上面 叫有寡筊 結果我在夢中還有寡筊 他就很奇怪 寡筊下去 我本來拿的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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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寡下去的時候 一變兩張虎 然後就補下去 那個虎一陣一環 結果就夢中那個 官司已經說 好答應說 我可以讓我鬧回去 隔天我就起來 就很奇怪 夢這種夢 我說馬上打電話去 給我叔叔 我問他說 你那個神明桌上 是不是有一個龜殼 他說你怎麼知道 你看很奇怪說我怎麼知道 然後就把我做夢這個 過程跟他講 好 結果 就去跟他拿回來 這是 典故是這樣來的 那他就是真的經過 他總得這樣好 真的那種處理 把那個 烏龜活生生把它拿出來 然後放在那邊祭事 他祭事時間已經超過 他沒有拿起來 他已經超過60天了 他都沒有拿起來 他就放在那邊 所以這真的很神奇 好第三個 是裝銅錢的小盤 好 就算你把那個錢 咬放在龜殼 或手上 你要咬放出來 那個盤子 你要用一個盤子裝著 這樣子錢比較不會 掉到地上去 有時候你如果說沒有裝著的話 你掉下去的話 你還是撿 或者說你會嚇一跳 可能就會昏心 那這樣過就不會準 然後他的條件 小盤的大小要四大 直徑大約20公分左右 你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好 太大的話 你的錢幣 這樣子 滑進去的時候 你撞不到邊邊 太小的話 又碰撞得太厲害 所以大概像這樣子 像這樣 超20公分左右 這個 這還稍微小一點 所以他的底部 不是指外圓 底部這邊 大概直徑到20公分左右 不過這個沒有運行規定幾公分 這樣子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 那底部要平 你底部這個 要平滑 再來 小盤的顏色最好 與錢幣成對比 才能一眼看出錢幣的正圓面 稍微講 我用這種補錢 最好是別人用這種顏色 應該用白色的 這個盤子是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用的是那一種 一角的 我們以前一角的 身上白色的有沒有 沒有 比那個小 一角的那一種 我以前是用那個補 那一角的話是白色 所以我後面是盤子這樣子 直接就可以看出來 那你如果說你用這種 銅色這一種 銅的 那你最好是用白色的 但是對比比較明顯 你一補就可以馬上看出來 它是正圓面 這樣你比較不會噴清 再來第三十五頁這個 有一個詹捕祈禱文 你要在補畫之前 你要先念一個祈禱文 其實沒有念也沒有什麼差別 那是一般的習俗 要念 我的習慣也就是有念的 那這邊有個補畫 這個我是沒有用的 我沒有用這種方法 他的方法是 他念這樣子 這很文言文 這很難背 他說以前三文 熏與爐上 你要把這個 要準備一個爐 那個什麼 燒那個 燒那個檀香那種爐 然後你就準備那個爐 然後 拿這個 銅錢 在那個爐 這樣過山下 他說以前三文 熏與爐上 至敬而駐約 這很尊敬的 很念 天和言瞻 寇之即應 神之靈以感而遂通 今有某信 比如說我信誠 今有誠信 有誓 那什麼事你要念出來 比如說我要補什麼事情 我要念出來 關心 不知修求 往事絕影 為神為靈 若可若果 望水昭泡 念到這邊 念到這邊 然後要 頭那個什麼 搖三次 搖三次 那他這一輩 一輩為單 一輩是什麼意思 一輩就是說 只有一個正面 你現在有兩個 有三個那個銅板 三個銅板 那如果是一正 兩輩 這個我們就稱為一輩 畫這樣子 然後兩輩為拆 兩輩有兩個正面 一個輩面 為拆 這背拆這個名稱裡面 沒有記 沒有關係 但這個要知道 一個正面的話 所謂正面就是圖像那一面 然後環面就是文字那一面 就是一正 兩個環的畫這樣子 兩個正 一個環的畫這樣子 再來三背為蟲 就是說三個都是正面的 畫這樣子 畫圈圈 然後三字為膠 就是說三個都是環面的 畫叉叉 這個要會 這個這個 我們的環環是這樣子 這一定是這樣子的 然後 字下 裝上 三掛 三指 內掛成 他的掛有分子 內掛跟外掛 三個堯 乘一個掛 所以你先投 先投三次 先直三次 然後乘下掛 再註約 你投完三次之後 然後再念 再註約 五公三相 吉凶未判 因為一個堯 一個掛有六個堯 他有上掛跟下掛 那現在已經下掛完成了 上掛還沒有完成 所以吉凶未判 再求外相 外相 外掛 三養 以臣一掛 以絕 優矣 然後註壁 忽如前髮再指 就是用剛剛那種方法 再指 然後 再 看這是什麼 再把它寫上去 何臣一掛 何斷吉凶 至敬至臣 無不感應 這個很難念 有沒有 那我提供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 你在沾掛之前 就這樣子 比如說你用這個 龜殼 用龜殼來沾的話 然後 就是 左手握住龜殼 右手 把錢放進去 蓋起來 然後你會念 功勤觀世音菩薩 亡產老祖 這亡產老祖就是鬼谷子 一切有緣眾生 六神 然後弟子 那女的話是姓女 弟子 陳東雲 就唸你的名字 陳心三問 什麼事情 你先唸出來 請示一掛 以示吉凶 唸完之後 唸完之後 唸兩三下 就 放到盤子裡面 你看是什麼 記起來 然後馬上 再 放進去 那不用再唸了 唸一次就好了 唸完之後 你會馬上這樣唸 就放進去 看是什麼在寫 總共要六次 那你只要唸第一次之前 那一次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很簡單 這樣簡單 然後六次補完之後 你再唸 感謝眾神明 為姓氏或姓女 姓氏陳榮語 出掛相 請眾神明回歸本位 那你這個 張掛完畢後 再唸那個 有唸沒有唸那個沒有差 你沒有唸看也是會回歸本位 他不可能都一直在旁邊看著你 這個只是一個尊敬 那張掛前 那個要唸 張掛後那句 那句 那句 可以不用唸 那剛剛我為什麼講說 其實你不唸也會準 這個是因為 所以 要探討要說 我們掛為什麼會準 我們的掛會準 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 第一種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自性靈 第二個是說 有掛神的 那什麼是自性靈 自性靈 就是說你自己 自己本身的這種能力 很多小孩子 他都可以看得到 也都可以感念得到 那因為長大之後 被外界的烟霧欲 所蒙蔽 所以可能這種能力 就不見了 他不是說真的不見了 他是被蒙蔽住 那我們苦掛就是說 能夠把這個蒙蔽住的這種能力 又把它顯現出來 所以我們苦掛是 我們苦掛是人 跟蔚蘭 你要做一個溝通的一個橋樑 因為你的人 他本身 人本身他其實可以有預知蔚蘭的能力 但是 因為某種關係 他已經不見了 被蓋住了 所以他就透過這個普掛 比如說把這橋樑搭起來 讓他通到未來 那你就是要學會說怎麼去看這個掛 那你就可以知道未來 那有的是講說自性靈的關係 那另外一派 就講說有掛神在幫 掛神在幫 那我是認為說 兩派都有 你本身有自性靈 也有掛神 所以自性靈的話 你很專心來補 那個自性靈才會顯現出來 那掛神的話 所以你要念那個請神文 那我們為什麼會念 觀世音菩薩 其實你在菩薩的時候 觀世音菩薩不會來 這只是一個尊敬 因為觀世音菩薩 他老可能說 去到每一個在菩薩的那個地方 全世界那麼多人在菩薩 他哪有時間說 每一個每一個都去看 那王禪老祖也是不會來的 只是說他是我們菩薩的始祖 所以我們尊敬他一下 要跟他 跟他請安一下 那真正的重點 是一切過往神明 跟六神 尤其是一切過往神明 什麼是一切過往神明 就是說 你在占卜的時候 那天上眾神 剛好從你旁邊經過的那些天上眾神 可能某某神明剛好從你旁邊過去 讓你請他來幫你完成這個過往 那六神的話 就是我們之前教過的那個 這個青龍豬去勾成成者 白虎玄虎那六個 那六個 再來第三十六頁 第三節這個 記上三卦 日之 月之 及日乾之 我們要用 我們在三卦的時候 一定要用到的 是月的之 月的地之 跟日的乾之 日乾之都用到 月之 還有日的天乾跟地之 那年之 那年之的話 年之 是偶爾會用到 不是每一卦都用到 偶爾會用到 這以後我們會講 偶爾會用到 那十的話 就沒有用到 所以我們的重點是在月之 跟日乾之 所以第一端這邊 專掛時必須記上當天的月令地之 及日期的天乾地之 最簡便之法 就是直接查萬年曆 或者農民曆 或者通書 但若身邊沒有這些書籍 又想馬上解掛得知結果 這必須要為徒手算出 那我們來教你這個 怎麼要徒手算出來 我們先教這個 教你之後 再來教你說怎麼去查萬年曆 第一個是年乾之的秋 這個一般不會用到 除了你在沾什麼 終身掛或流年掛 那種過才用到 那這個很簡單的 年乾之的秋 這很簡單的 那公司是這樣子 你民國年 民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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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年的個位數 要講民國年的個位數 減二 這個就是天乾 那民國年 所以十二 他的餘數 這個就是地支 這個就是地支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青年是 民國九十六年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那你 天乾是六啊 六 你六減掉二 四 不是天乾六 這位數六 六減掉二可能四 那四這個四就是天乾 四就是天乾 四的話是加一 丙丁 刀的順序嘛 所以才丁嘛 那地支的話 是九十六年 你初以十二 初以十二 八 九十六 余數是零 零的話 這是最後一個 這是亥 所以 今年是丁亥年 今年是丁亥年 但這邊你要注意啦 我們這邊用 我們這邊算的是 用民國的年來撿 對不對 但是我們真正 真正 變成丁亥年的話 就在 國立的二月四號以後 立春 你不要 不要國立的一月一號 就說那是丁亥年 那不對喔 他的 算好像這樣子喔 他立春 立春之前 差不多二月四號 國立的二月四號之前 他還是屬於上一年度的 比如說 這邊是九十五年 到這邊才九十六年 這邊以後才九十六年 但是你如果以國立的話 這邊就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一月一號 開始就是九十六年 國立的 但是如果說以我們那個 地支的算法的話 要到立春 國立的二月四號 以後 才算丁亥年 那之前的話 都是比虛年 要這樣算喔 好 這只是公式而已啦 你看這邊 民國年 民國年的各位宿前 叫二十六天竿 嘛 初一十二號 取漁書的地支 好 那這例子的話 你自己看 例子的話 你自己看 那為什麼 我們講 這公式的遊覽 為什麼你要 減掉二 那為什麼要 除以十二 取漁書 為什麼 這個是因為 民國元年 民國元年是什麼年 你知道嗎 任子年 為什麼是任子年 這只是剛好而已 這沒有為什麼 那你怎麼怎麼記 你們記不記得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 你看喔 辛亥革命 這十月十號的辛亥革命 有沒有 辛亥革命完 辛亥革命完 後一年 就建中華民國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辛在這代嘛 亥在這直嘛 所以辛亥的辛亥年 這一年的十月十號 喔 是國慶日 有沒有 就是 辛亥革命啊 那辛亥革命 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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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就開始 一月一號 就是民國元年 所以 認子年 那你 認天干 認 葵 再來才是假 喔 這已經循環了 怡兵兵這樣子 就叫葵 對不對 喔 那 意思的話 這十醜一毛 十二個嘛 一直到害 所以 天干到 剪掉二 他都剪掉這兩個 剪掉 剪掉 鄧跟葵 因為我們是鄧子年 所以剪掉鄧跟葵 這樣子 你才會從甲開始算啦 所以你要先把它剪掉二來 就多出來的 多出鄧跟葵 我們一個循環的 一個循環的開始 一定是從甲子開始 甲子 一個循環開始 那你 你是在哪裡提早兩年 所以要把它剪掉兩年 那 我們循環剛好是紫 很巧 剛好是紫 所以 你就直接除以十二 就不用再剪了 他的原理就是這樣子 好 再來 這個 三十七頁 就叫月甘枝的求法 月甘枝的求法 這無農掛當中 他是不會用到月甘的 他只會用到月枝 那他這個 這公式叫五虎頓 甲其其兵引 乙根其物引 秉辛其根引 丁韌其人引 物魁其甲引 好 那這是什麼意思 你看那個 三十八頁 這五虎頓的意思就是說 甲己這兩年 他的隱月 的天干是餅 從餅開始 那乙根這兩年 隱月的天干為悟 依序類推 那悟魁這兩年的話 隱月的天干為甲 就這樣子 那你隱月之大人 馬月之大 照聖君這樣排 就好 這個 還用這個圖來表示 好 好 比如說好 我夾夾年或幾年 好 夾幾年的話 它是起丁韌 對不對 好 那比如說我要算說 我衛月 衛月 衛月的天干是什麼 好 那很簡單 你就是把餅 因為我們現在是夾幾年 所以你就把餅放在這邊 餅 丁 物 集 照算的 燈 所以我們的衛月就是新衛月 就這樣算了 好 比如說今年是丁泰年 好 我們要算丁泰年 好 那丁泰年的衛月 衛月是什麼 是凳 所以我們這邊 第一個這邊就是凳 好 然後回 好 再來又回復到 甲 所以 今年的衛月就丁衛月 好 那這樣求的 好 好 那這樣求的 好 好 所以 例子的話 你們自己看 那你如果說還懶得算的話 這個39月這邊 有一個五虎頓的速箭表 五虎頓的速箭表 上面那個是年干 底下一個是 右邊那個是年月之 比如說 比如說丁 我們丁泰年 你說找丁韌的 年干為丁韌的那一組的 好 那隱月的話就丁韌月 那你看 餵月的話就丁韌月 有沒有 好 可是餵月的話就是丁韌月 這個年干支跟月干支 這個沒什麼學問的 真的有學問的是日干支的秋華 而且日干支 在溫農瓜一定會用到 日的天干跟地支 他都會用到 所以我們這邊來講 要比較複雜一點 這個一般沒有在教訓的 一般都是用 叫你查萬年曆的 一般老師也不會 不會這種求法 那這個怎麼求 他有一個公式 這個課本有 不過課本他寫這樣子 看起來很奇怪 他的公式是這樣子 民國年 減掉 90 乘以5 加上 民國年 減掉 90 除以4 加上 A 等於 X 你寫這樣子的話 看得比較懂 因為他那個 因為他那個 這文字我本來 我那個稿子給他的時候是橫的 結果他們這個 靜美書舉他都是用直的 所以變成這樣子 公式是這樣子的 你的公式要記起來 看不懂 這不會很難 稍微複雜一點 那你要記得 這一項 民國 民國年前 叫90 除以4 這一項 這一項的話 我們直取整數 所以這一項 如果你今年來算 只六年 這一項就是一 他這樣算的 好 好 好 他這樣算的 他這樣算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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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A是什麼 A他就是說 從當年 你在算的那一年的元旦 1月1號 開始 起算 一直到你要算的那一天 為止 看總共有幾天 比如說今天是2月14號 今天到情人景 2月14號 那我要算算說這個A是多少的話 就是從96年的1月1號 一直算到2月14號 看幾天 你不用傻傻真的一個一個 一二三天去算 你一月有31天嗎 那2月14天 因為我們到14天而已 到14這一天 所以 以4加起來就45 所以這個A就是45 看你要算哪一天 比如說我要算10月10號 那你就要就是一個一個加加到10月10號 啊你這個大小也要知道 這個國小就有教的啊 1月大 2月小 3月大 4月小 5月大 6月小 7月大 8月大 9月小 10月大 11月小 12月大 那 大月的話 就31天 小月的話 30天 那 2月份的話 比較特殊嘛 2月份的話 平常的話是28天嘛 那如果他那年是論年的話是29天嘛 對不對 對 對 這要會哦 這是基本常識你自己要會哦 那怎麼去判斷它是論年或是平年 平年是28天 論年是29天 那大月的話 就是1 3 5 7 8 10 12 小月的話 2 4 6 9 10 10 1 這個自己要會啦 好那 什麼是論年 哪一個是論年 就是說 這要以西元來算 西元你的 比如說今年是 2007 今年是2007年 那你就以個位數跟實位數這兩個 哦 他如果可以除了試 除 除是可以除了見的話 那一年就是論年 哦 比如明年就是論年 明年2008年 08 哦 除一試可以整除 哦 那這一年 他就是 論年 所以這年的2月29天 哦 那像今年的話 2月就28天 哦 哦 他就這樣子算的 好那比如說 哎 再來 我們先把這公式念完 再來這個 x x 要除以60 取餘數 第三點那裡 取餘數為y 那 y的個位數 就是天干 再把y除以12 取餘數 還有就是他的地支 那注意 此公式要用 活力的日期來算 而為農曆 我們舉課本的例子 算給你看好了 哦 哦 課本的例子 民國就是3年 7月22號 好那算這一天的天干 跟地支嘛 哦 好那就是你帶進去 93年就把93帶進去 啊 所以 變成93 減掉90 乘以5 加上93 減掉90 除以4 加上這個A 哦 等於X 好那我們算A有幾天 哦 93年的話 哦 93年的話是 2004年嘛 這會算吧 加1911 啊 比加1911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西洋的年 啊 那2004年這一年 剛好是論年 你看年4 他出了進 出一次出了進 所以 這一年是論年 哦 所以2月29天 要注意 好那我們算說他的A是多少 A的話 1月的話 有31天 加上2月的話 29天 3月的話 31天 4月的話 30天 5月的話 31天 6月的話 30天 那麼要算到7月22號 所以 加7月的22天 好這加起來 他是等於204 所以我們的A A就變成是204 這個A他是204 這個自己加 那這個呢 93-90是3嘛 3乘以5 這一格是15 那93-90是3 3乘以4 還不夠1 所以他是0 加上這個204 所以 等於多少 等於219 所以X等於219 有沒有 好 好 再來 X要除以60取Y嘛 就是219 除以60 等於多少 等於3 然後余 63 18 余39 好 那我們就取余數啊 所以 Y等於39 那Y的天干 Y的天干 Y的各位數 Y的各位數 就是天干嘛 所以天干的話 就是0 9的話是0 再來把Y 把Y除以12 取余數 這是3 余3嘛 那這個3 就是地支 所以是0 3是直從0 所以這一天就認領日 所以這一天就認領日 其他的話 這例子你自己看 都是照這樣子而已 你這看得懂的話 其他就看得懂 好 那這邊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減到90 為什麼要乘以5 這邊為什麼要除以4 這個其實都是有道理的 這個 這個為什麼 然後剛剛那個Y S S要除以60 取Y 有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要除以60 然後Y 這個 各位數 為什麼就是天干 除以12是地金 這個都是有原因得的 到底的 你們想一下 你們想一下 這個 減到90 就是 民國90年的1月1號 剛好是假指日的 你要找那種可以 1月1號是假指日那種就可以了 當然是取 比我們最近的 你算出來這樣子 數字比較小 但是你如果要算八字的話 你這個也可以拿來排八字 你八字人家 國力的生日給你 你就可以幫他排出來 但是八字的話 一般 都是90年之前生的人 所以你要減的話 你就變成說 你可以把它減10 也可以 民國也減到10 比如說 我是民國40年生的 那就40減到10 你要算他的那個 天干地支 那一天的天干地支 就這樣算 要減到10 那這邊也是民國年減到10 這樣算 也可以 你如果不用90 你用10 也可以 這個原因是因為 民國10年 或民國90年 他們都是 他們都是一樣 都是 國力的1月1號 都是假指日 那為什麼要整理5 這個 這比較深一點 這個你有興趣的話 你打電話來問我 因為這個 這個公式 老實講 你不能夠 不會用到 你只要會求就好 所以有興趣的話 打電話來問我 那除以4的話 它就是 因為我們每4年一個 論年 所以是不是每4年 要多一天 它這個是這樣子 然後算出來 S 除以60 因為我們60 天一個循環 從夾子 一直 數60 就是60 就是60就是一個循環 所以它要除以60 再來Y Y個位數 為什麼不用像棉 說那個要減加2 因為我們是 假指日開始起算的 所以不是像棉一樣 是從正指日 所以 直接就是 個位數就天單了 然後除以12 魚數就地之 這個不用再減加2 那這個5比較複雜 這有興趣的話 打電話來問 那沒有問題沒有關係 這就是沒有怎麼理想 有興趣的人 可以自己想一想 再來十甘之 這個文維碼中 不會用到的 所以我們稍微講一下就好 這個是用五蜀頓 剛剛那個月桿 月桿是用五蜀頓 對不對 那這個十甘之 是用五蜀頓 十甘 應該講十甘 十甘用五蜀頓 剛才那個是月桿 那五蜀頓 夾子起夾子 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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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的意義就是說 假日跟夷子 只死了天甘鬼夾 那依須可以推 像那個五蜀頓 這樣就在推 我們用一個例子來看好了 時間夠不夠 比如說 那個 四十三頁那個例子 丙五日的虛食 丙五日的虛食 那個天甘是什麼 我們一樣畫這個圖出來 丙五的話 丙五的話他的 他的那個指石是霧 丙五的 丙的話他起霧指 所以你就把霧放在指這位 我們指手要不用寫了 直接把它 霧 吉 根 辛 真葵 你到葵之後又從甲開始 甲 丙 丙 霧 這個是虛嘛 所以就是霧虛 霧虛實 所以丙五字的虛實是霧虛實 行鞋子這個你自己看的 你應該會的 老闆這個 事事業這邊有一個表格 對 日乾 日乾 比如說 丙日 虛實 就要虛實 但是不虛實 好 好 好 再來的話 一定要會 第45頁這個 記上六搖 你將銅錢三美放於龜殼中或雙手中 念完 沾掛祈禱文後 將龜殼或雙手 上下搖動樹下 將銅錢倒入小盤中 然後你看 銅錢三美 如果是人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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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畫圈 就是正面正面正面的 畫一個圈 代表老陽 那銅錢三美如果是人頭數字數字的話 一點 代表少陽 銅錢三美為人頭人頭數字代表 畫兩點代表少陰 銅錢三美 為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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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畫差代表老陰 那這老陽 少陽 少陰 老陰這個 這還不會 先不會沒關係 這以後會講 那連續搖六次 第一次為初搖 第二次為二搖 依序這樣子 往上 我用這個例子好了 用這個例子來解釋比較快 用客人的例子 跟他用一樣的 他說 比如說你第一次直出來是人人人 人頭人頭人頭 那你所以第一搖就畫一個圈 第二次直出來是人人字 所以就是兩點 第三次直出來是人字字 所以是一點 那個順序沒有差 人字字 那個沒有什麼排順序 人字 如果字人字 字人字也是一樣的 還是看幾格而已 跟他排順序沒有差 第四次直出來是人人字 所以是兩點 第五次是人人字 是兩點 第六次是字字字 所以是差 所以你的六搖 就是這樣子 六搖就變成這樣子 你要記得 第一搖的話 從最下面開始排上去 我們排掛是這樣排的 你不要從上面寫下來這樣會變要下往 所以這個叫做一搖 也叫粗搖 然後這個叫二搖 這叫三搖 這叫四搖 這叫五搖 這叫六搖 然後六搖也叫上搖 上面的上最上面 然後這是最粗的 那你把它掛成 兩邊 第一二三搖 這個稱為內掛 或稱為 下掛 因為它在下面 而且你如果平面寫的話 它是靠近你 這一邊的內掛 那第四五六搖 稱為外掛 在外面 或稱為上掛 就是這樣子的 這個要會 第五搖 你要記上尋空 記上尋空 等到下一節課的話 我們會幫你總整理 就是你排掛的時候 是用到哪些步驟 我們會幫你總整理 那現在你一個一個步驟 你只要都會 就好 連貫不起來沒有關係 尋空又稱為空王 在文龍聖掛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常識掛中的關鍵點 那古世正宗等書有列出六甲尋空起立 不過這個不好用 所以你自己看 我教你比較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 用掌中訣 掌中訣 你看這個四七的這個圖 這圖就是我教你們的說話在那個 手掌的那個圖嗎 有沒有 那怎麼怎麼用 很簡單 你看到這個 二本寺八頁 比如說你要求平五字的空王 這很簡單 三人 這邊是直 丑 銀 馬 神 事 語 位 生 有 這樣子嘛 那你要求平五日的空王 你就把餅放在五個地方 那我求比如說 乙位日 我就把乙放在位的地方 就把天干放到地支的地方 然後順數 把天干數完 數完之後下兩個地支 就是屬於 空王 你看 兵嘛 兵 兵 物 吉 根 辛 能 回 那是下兩個地支 就是銀馬 所以 兵五日 兵五日的空王 就是銀馬 空王一定有兩個的 就銀馬 非常簡單 就這樣子啦 那比如說四十九月的丁四日 丁四日的空王是什麼 我用藍色這個 表示 丁四日的話 你又把丁放在四這邊 丁 然後 物 吉 根 辛 能 葵 那是不是職醜是不是就空王 就是這樣子啊 很簡單嘛對不對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你要把這個長絕這個 這個 熟練 那你放在手掌就一樣嘛 比如說 丁四日 你就把丁放在這邊四嘛 丁 物吉 根 辛 人 葵 那就叫空職醜 那第二種是公式法 我一定沒有在用這種方法啦 不過這個也是很簡單 好 第一個 你將天竿 加一筆 你無期更新能毀 換成12345678910 將地支的 直腿 成45回生口區 還換成1到12 那它的公式 那它的公式就是說 將地支的數字 減掉天竿的數字 即為空王的第二字 那你地支如果小於天竿的話 你要加上12 比如說 丁四 丁的話 丁的話是 丁的話是4 丁的話是4 丁的話是6 這是天竿嘛 那4的話是6 那地支減掉天竿 6減掉4 是不是2 所以這個2就是空王的第二個字 2是什麼 2是醜嘛 那空王的第 第一個字是醜 所以它是直醜 直就是空王 有沒有 就這樣子啊 那比如說剛剛有丁5 丁的話是3嘛 5的話是7 然後7減掉 3是4 4就是空王的第二個字 4的話是毛 毛是空王的第二個字 所以它空王是銀毛 這樣子 這樣子也是很簡單的 就這樣求出來 也是很簡單的 其他的你自己看 那再來第51頁 這邊 你如果前面兩個方法都不會 沒關係 這還有這個 插表 就有60甲齒字 你比如說 丁5日你就插這個 丁5日 怎麼樣 這邊嘛 這個丁5日 丁5日你往下看 看它是什麼 銀毛 有沒有 狂網是銀毛 丁5日 丁5日 丁5日你就插 空王就銀毛 就這樣子 一看就會了 好那我們這節課 就先上到這邊 下節課的話 就把這個 這排罐給交完 表面 下節課 餃子 鱼肉 放入冰箱 鱼籽紫尾堵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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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桿跟地支 這個是我們要的嘛 我們不掛的話需要這個資料 那你從萬年曆怎麼找 直接這樣子用給你看 首先你剛才要翻到96年 看萬年曆的編排方式 有兩種 第一種 右邊這邊是國立的 那另外一種右邊這邊是農立的 然後底下 中間這裡是國立的 那這一本的編排方式 右邊是國立 然後這邊是農立的 這種編排方式比較好 那等一下我也會舉這種 就是你右邊是農立的 這邊是國立的 我也會舉那一種 那你們如果還沒有買的話 你盡量是買說 你看右邊是國立的 這種比較好找 因為 因為我們一般 在記日子 我們沒有在記農曆 像今天 我記2月14號國立 我也不知道今天農曆幾號 一般的人不會是記農曆 那96年 所以你就換到這個 中華民國96年這邊 歲次丁泰年 所以在這邊就看到說 他的丁泰 那記者是 要到96年的立春以後 立春以後才是丁泰年 那西立2007年 西元2007年 那今年屬租 那太歲是叫風旗 信風名旗 這個這邊都有寫 那重點是說 我們現在找國立的2月14號 那2月14號他的天 那個月的 月的字是什麼 國立2月14號 所以你就找國立的 你要先看這邊的 國立的 它國立上面有1234 對不對 國立的2月 然後對下來 14號 對下來 是不是會有寫一個 27吉馬 有沒有27吉馬 這個27這是農曆的27 是2月27 那你要看它是幾月的 你要往上推 你要往上推 往上推 這邊有12月1號 有沒有 也就是說 從國立的1月19號 就是農曆的12月1號 一直往下推有沒有 往下推 推到這邊 14號這邊 所以他是農曆的 農曆的12月27號 那就是他的旁邊 這個就是幾毛日 所以 就我們這個日就 先出來 日的話是幾毛日 很簡單 那你要看月的話 月的話 你要看他 有沒有交接器 你要看他這裡 2月的話 國立2月的話 一般是 任營月 但是他不是說2月 就一定是任營月 你比如說2月1號 2月1號的話 他是不是任營月 不是 他還是薪酬月 為什麼 他要到這一天 他這邊有兩格 對不對 他這邊寫的12月17號 有沒有 12月17號 立春 餵食 13時 14分 這裡有沒有 這什麼意思 第一格的話 這是節 第二個是氣 節的話 交節的話 這是交月 那氣的話 是中氣 中氣的話 是一個月中間的 中間的那個日子 所以你要交這個立春 餵食 就是要在農曆的12月17號 的1點14分以後 他才是 任營月 那在12月17號 一直到之前 到11月18號 這個 醜食之前 他都屬於新醜月 他是這樣看的 所以我2月如果2月1號的話 我還是 12月14號啊 所以我還是新醜月 一直到 2月3號 一直到16號 12月16號 我都還是新醜日 一直到2月14 2月4號 國立2月4號 農曆的12月17號 下午1點14分以後 以前都還是新醜月 以後才是任營月 所以我跟你講說 既國立比較好算 國立大概都是2月4號 交節器 國立日子比較接近 到2月4號左右 那如果是3月的話 就3月5號左右 他就是在4、5、6、7、8 這幾天 中間的 所以你這幾天要特別注意 看看有沒有交節器 那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 我們的2月14號 2月14號 已經是農曆的12月17號 所以他已經 已經交節器過了 因為 12月17號就已經立村過了 所以他是飲曆的 他飲曆 所以這正飲曆 所以 月的話 這正飲曆 那我們要的話 只要這個飲就好了 所以我們的 2月14號的 月乾就是 你就寫一下 飲曆日 月乾 月之跟日乾之 就是這樣子 這個要會查 那我們再查一個那個 以農曆為主的 就給你看 像這一本 這一本 他就是以農曆為主 他就比較麻煩 比較麻煩 以農曆為主的話 那你假如你知道說今天是96年2月14號國立嗎 那你就要找 96年這邊 也是一樣找只有6年這邊 那國立 他在這邊 有沒有 他是國立的乾之 有沒有 他這邊寫國立 乾之國立 那2月14號 結果 他還沒到這邊你看 他這邊2月18號 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你就要翻過來95年這邊 翻過來95年這邊 他這個 他怎麼那麼多 他要有三葉的 95年這邊 你要翻過來95年這邊的12月 看那個國立2月14號那邊 你看 國立2月14號在這裡 有沒有 2月14號 也是一樣吉毛日 吉毛日 那他是什麼月 他以農曆為主的 他這邊就不一樣的 這邊 他右邊這一個是中氣 然後左邊這一個是結 所以你要看左邊這一個交結器 要看這一個 你看 一樣啊 12月17號的立春 是餵食 有沒有 所以 你過12月17號 他就是 影月了 他就變成要看這一個影月 所以這種比較難看 比較看不習慣 比較看不習慣 所以你去買那種國立的 那個 比較好看 外聯繫力就是這樣看 應該沒有問題 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再來看講義第52頁 課本 課本第52頁 第6節 記上地支 這個意思 就是說 你捕到什麼掛 他的六個鳥 地支 這是什麼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下掛 是前掛 上掛 是對掛 比如說這樣子 那前掛的話 你不要前掛的話 注意看那邊掛名這邊 有沒有 地上掛名這邊 他的呼號是這樣子 那前掛的話 因為我們前掛是在底下 一二三搖 所以一二三搖 就看一二三搖 是指銀塵 有沒有 所以我們寫在這邊 指銀塵 那上掛的話 第456搖 上掛的話是對掛 所以你就看那個對掛 那邊的456搖 是害有味 所以就寫這樣子 很簡單 很簡單 所以你看那個53頁 那其實他這個有一個規則 有規則的 因為我在那個四十班 我會教 數據班的話不用教了 我會把那個規則講出來 而且這個要背 四十班的話這個要背 那這很難背 那我會教你什麼秘訣可以背 這很簡單 秘訣到這很簡單 所以你在看那個53頁 53頁 三錯六搖 如果是像 刻本加直 有沒有 他底下也是淺 淺的話 一二三搖就指銀塵 那 上掛的話是坤 坤的話 就醜害有 你對那個表格就會了 那他這邊 他這邊是寫這樣子有沒有 他是圈圈 然後2點2點差 你要先把這個圈 看成是這樣子 看成是一橫的 X的當然是2點的 為什麼 我們還是要解釋一下 這個 我們之前有講過 這個叫 這個叫 老陽 一點的叫少陽 對不對 2點的叫少陰 X的叫老陰 這一個圈跟叉的 這兩個都是所謂的 動搖 你只要補到圈跟叉的 他就是動的 那只要有動 他就會變 所以我們說補掛 有變掛 什麼變掛 我們常常講說什麼事情有變掛 那變掛就是指這個 動 動就會變 那你老陽的話 他會變什麼 老陽的話 他就會變成說 陽會變陰 陰會變陽 所以老陽的話 他就變成說 你要把它看成說 他是什麼 少陰了 老陰的話 他會變成什麼 少陽了 這是指變了以後 但是你還沒有變之前 老陽 他還是陽 老陰還是陰 這樣聽懂不懂 就是說 老陽的話 他會變成 少陰 少陽的話 還是少陽 少陰的話 還是少陰 老陰的話 變成少陽 就是陰變陽 陽變陰的 但是只有老陽跟老陰會變的 少陽跟少陰不會變的 這樣懂不懂 這是指變了之後 但是 本來 本掛的話 這是指變掛 這邊是 這邊是本掛 這邊是變掛 我們掛有本掛跟變掛 一般我們在寫的就是本掛 那變掛 一般我們沒有寫出 這個你要自己 心裡有數 所以你看 比如說 這個本掛的話 他變掛是什麼 他的變掛變成這樣子 這個老陽變成少陰 那這個老陰 老陰不變 少陰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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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老陰變成少陽 所以他變成這樣子 有沒有 有沒有 圈子變兩點 大的變一點 變成這樣子 所以本來他的下掛是錢 對不對 上掛是坤 但是變掛之後變成下掛是遜 這邊 上掛是更 所以你在寫這個 他的腰肌的時候有沒有 你自己對曉得 前的話 他的 第一二三掛是指銀層 你要記得他從下往上 昆的話 是 第四掛是醜 第五掛是醜害有 但是他變掛 變掛他變成遜了 那遜的話 第一掛是醜 本來是醜害有 然後 上掛本來是坤掛變成更掛 更掛是什麼 陳辱成虛之隱 變成這樣子對不對 本來是要寫這樣子 但是 沒有變的 沒有變的 這四個不用寫 只要寫有變的就好 所以你如果是這樣子 第一掛跟第六掛動的 前掛分掛 第一掛跟第六掛動的 變掛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 你這個也不要寫出來 這邊也不要寫出來 所以你要內心要自己 有數 那你如果還不熟的話 你就寫在旁邊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你開放一個課本 第五四頁有沒有 我們四個左邊 那一個 考慮便搖的那個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再舉個例子 五十五頁那個例子 五十五頁這個例子 你插兩點圈一點一點去插 這比較複雜 一般補到這麼多變數的掛 一般就代表他不專心 好 好 那你一樣 這個是本掛對不對 這是本掛 變掛 你要先把它 清理有數 好 那他本掛是什麼掛 這個你要看成這樣子 本掛他就是這樣子 這個你看 這個陰的嘛 所以陰陰陽陽陽陰 你要先把它看成這樣子 你如果不會的話 你先看成這樣子 所以他本掛是什麼 是更掛 對不對 下掛是更掛 然後上掛的話是對掛 對不對 所以你就看 更的話 你對上去表格 更 就陳古生 然後對掛在上面的話 是害有味 所以你就這樣寫出來 好 那變掛的話 如果不熟的話 你就寫在旁邊 變掛的話 這個老陰變邵陽 對不對 那邵陰不會變 老陽變老陰 老陽變邵陰 老陽變邵陰 然後 這個沒有變 老陽變邵陰 老陰變老陽 好 那是不是就這一個 這是變正掛 變掛 它底下是正掛 那正掛的話 是紫銀層 好 然後上掛是離掛 離掛是毛手 它油味式 是油味式 在上掛的時候 是油味式 他自己就把它擦掉 好 那沒有動的不用寫 沒有動的這個就 這不用寫 這個也不用寫 這個也不用寫 那變掛的掛名 這個也不用寫出來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 有沒有 你看到那個課本第55頁 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完全一樣 有嗎 有嗎 就是這樣子 再來 課本第56頁 就叫安適應 一般的話 四搖的話 四搖的話 四運就是說 指四搖跟硬搖 這個以後會講 四搖一般是代表自己 硬搖的話代表對方 那四搖 四搖跟硬搖它永遠相差兩個搖位 比如說我四搖在這裡 我的硬搖硬在這裡 中間相差兩個搖位 那如果我的四搖在這裡 我的硬搖硬在這裡 相差兩個搖位 那這裡 安適應有好幾種方法 一般書上 像普世正宗 他用的方法 是第一種 就是你要背這個安適應訣 安適應訣 他的安適應訣很簡單 只有四句話 八卦之手 四六丹 以下初咬如上咬 有魂八弓四咬力 歸魂八卦三咬響 很簡單對不對 四句話 但其實不好用 為什麼 因為你要把每一弓 每一弓的八卦 比如說前弓的八卦 是什麼 而且順序要背得出來 比如說前弓 前弓的話 第一弓的話是 錢為天 第二弓的話 第二卦的話是天翁夠 第三卦的話是天山盾 第四卦的話是天地皮 第五卦的話是崩地關 第六卦的話是 這個我也沒有背 三地坡 第七卦的話是火地勁 第八卦的話是火天大猶 然後你再按照這個口訣 他說八卦之手 八卦裡面第一卦是前為天 像前弓的話是前為天 第一卦 四六當 就是說四咬在第六咬 然後以下初咬如上咬 第二卦以後 變成四咬在第二咬 第三卦四咬在 第二卦的話四咬在第一咬 第二卦的話四咬在第二咬 就照樣點 輪上去 然後輪到這個油魂八公 油魂就是指倒數第二卦 倒數第二卦的話 四咬在第四咬 那龜魂的話就是最後一卦 龜魂的話就是最後一卦 龜魂的話就是最後一卦 四咬在第三咬 其他的像前弓 像對弓、離弓、正弓 那個方法都一樣 不過這個不好用 你要背六四掛的先後順序 這個功成人浩大 這你自己看就好 他的規則是這樣子 那第二點 這裡有本門 本派獨門之法 這個就很簡單 不過這個我們要四字班的時候 再教 你有興趣的話 自己看應該也看得懂 初級班的話 我們不教 就沒有時間教 這個要花很多時間 你自己看也看得懂 初級班的話 因為你是要馬上現學現用 初級班 你不想那麼深入的話 我們會教你另外一種插標法 比較簡單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跳過去不教 這個我們在一個四字班會教 所以這個 一直到第六十頁這邊 安掛首 這邊也是一樣 這四字班會教 在田上六親 田上六親這裡 我們先看這裡 田上六親 六親是由帝制的五行跟掛首的五行 以教而來 生掛首的為父母 同掛首的為兄弟 你就是把掛首當成是我 有沒有 六親跟我來比的話 這個我們之前教過 被掛首生的為子孫 克掛首的為官鬼 被掛首克的為七才 然後這邊有個例子 比如說錢為天的六親 錢為天的六親 錢為天的六親是這樣子 因為錢為天他的掛首 是錢 這等一下 我會教你怎麼查出來 那如果師班的話 以後我會教他怎麼算出來 那錢的五行為金 那你金就跟地支 有沒有 一個一個比 我這樣不用再畫了 這樣比給你看 這個表格有沒有 我們知道說這個 這個是錢為天掛 那錢為天掛 掛首是錢 所以屬金 那要跟這個六親 要求六親 要跟那個地支 這腰支的五行來相比 那你如果不守的話 你就把這個五行寫上去 紙的話是水嘛 影是木 成是土 五是火 生是金 這個虛是土 然後跟掛首金來比 對不對 掛首金會生 紫水 金生水 我去生他 所以 他這一個是子孫 然後 這是木嘛 金課木嘛 我去課他的 所以這一個是七彩 再來土生金嘛 這個土生金 來生掛首 來生我的是父母 再來我課金 我課我的是關鬼 再來金跟金銅是兄弟 再來虛土生這個錢金 所以是父母 他是這樣子寫出來的 再來 六十二頁那個禮景你自己看 好 那我們舉 我們隨便拿 我們舉 我們舉 這例子比較多 比較 比較 比較複雜一點 好 那像這個的話 你要去查 查說 他的掛手是什麼 這等一下我會教你怎麼查 查他掛手是什麼 像這個的話 這掛手是對的 這像是我一生知道的 我根本不用查 我們有特殊方法 像這個掛手是對的 好 那就是對的話 跟這個來比 跟這個對是金嘛 這就是我們掛手 那土生金 有沒有 土生金 所以這一個是父母窯 有沒有 父母窯 那父母窯都先掌窯 這我說過了 好 那火克金 關鬼窯 所以我們寫關 金跟金相同 甚と同 我們是兄弟 我們寫一 esc 金生水 掛手 所以是子孫窯 那麼我寫一 esc 金同金 兄弟� 寫一 esc 土生金 來生掛手的 是長餡 父母養 這是本掛六青 那變卦六金也要寫喔 變卦六金也要寫喔 金生水 卦手生的為子孫寮 寫在這邊養寮 那這邊沒有就不用寫 寫有的有寫出來 第一次有寫出來才有寫 土生金嘛 所以這個為長寮 土生金為長寮 我特親為官僚 所以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這樣子 應該沒有問題 第十節那個找湖繩 那個等一下我們再教 再來的話 我教你怎麼排卦 再來的話 你先看那個 初期班的話 你先看那個獎益 第八頁 獎益第八頁 這裡我把它總整理起來 這是莊卦的步驟 我把它總整起來 總共有這十二個步驟 這十二個步驟 然後你就是照這步驟一個一個一個 這樣子排出來就好了 比如說 我用一個掛單紙給你看好了 好 那我們隨便用個例子 再舉例給你看 這樣比較清楚 那你看獎益 第八頁這邊 裝掛步驟 第一個 填上月枝日干枝 有沒有 那我們直接用這個掛單 給你看 這是我們的掛單 那我們這個會給你 會給你差不多十張左右 那你自己要拿去印 十張就不夠了 要自己拿去印 第一個步驟 填上月枝跟日干枝 有沒有 填上月枝跟日干枝 填在這邊 那這個我後面寫上 這個是官 填上月枝跟日的天干跟地枝 這是第一個步驟 我們的步驟 就是從右邊寫過來 基本上從右邊開始寫過來 第一個你 這邊最好要填 比如說你哪一天埔的 這樣子比較不會忘記 96年2月14號填起來 然後什麼人埔的 名字寫一下 那底下這些枝枝要不要寫 隨便你 那成心在問什麼 是這邊稍微寫一下 這樣子你掛才不會忘記 以後要印證的話 拿出來比較好看 第一個步驟 你就填上月日的干枝 月的枝跟日的干枝 都要寫 那這範圍我們教過了 你看你要查萬年力 或是用算的 查萬年力比較快 在第二個步驟 填上尋空 尋空的話 有沒有 是從這個 日的干 算的 幾毛日 幾毛日的話 他的尋空是生跟油 所以你如果不會的話 你直接查表 第51頁 我們課本的第51頁 那裡有一個 六指甲指尋空表 幾毛日的話 這是生油 在第三個步驟 是填上六神 六神的話 是這一個 這一個 你如果 他忘記的話 你把它註明一下 這邊是六神的位置 六神 那六神是根據我們普掛的日來的 所以你日的干 天干要寫 日干要寫 幾的話 是成神在第一 你如果不會的話 你看那個 課本 第23頁 那個 六神那個表 幾日的話 他是六神是這樣子 成神 白虎 玄弩 青龍 豬雀構成 我們就寫一個字代表而已 這第三個步驟 第四個步驟 你就是 填上六搖 我們現在假設六搖 譜出來是這樣子 有沒有 所以你這個地方 你有時候這個地方可以先寫 這是 月的枝 日干枝 尋空 還有六神 因為這已經固定了 這你哪一天譜的 就已經固定了 所以你可以先寫 沒有關係 然後再來 看他譜出什麼窯 或者你自己譜出什麼窯 你就自己把它寫上去 像這個就是 一個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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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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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填上去 再來 第五個是填上本掛的窯枝 你可以參考課本第五十二頁那個表格 有沒有 填上本掛的窯枝 或者你要看那個 講義第九頁也可以 講義第九頁 這表格也可以 你看哦 這表格怎麼看 這表格 這個 這個 左邊這個內掛 內掛是下掛 外掛 在這邊是上掛 那我們這個例子 內掛的話 下掛是錢 所以 你就找這個內掛錢這邊 有沒有 指雲層 有沒有 所以他第一咬就指 第二咬是雲 第三咬是層 那上掛的話 是坤 所以你就找這個坤 外掛坤這邊 坤的話他 在外掛的話是醜害有 所以他第四咬 第五咬 第六咬 是醜害有 你也可以這樣找 看你要隨便 看你要用 講義第九頁的表一 或是那個 課本第五十二頁那邊 這其實都一樣 再來步驟六的話 因為我們這個還沒有便搖 等一下我們會舉那個有便搖的例子 我們這個沒有便搖 所以這個步驟六就省略 所以你如果補到沒有便搖的掛力 那個便搖就可以省略 第七個 填上適應 填上適應 就這兩個 那這個的話 我這裡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從講義第九頁的表一 從這一個 講義第九頁表一這個來找 那怎麼找 很簡單 我們的這個例子 你內掛是錢 內掛是錢 對不對 在這裡 外掛的話是坤 在這裡 所以你就這樣子對 有沒有 交叉 錢 對 所以你的內掛 比如說是裏 上掛 外掛是正 那你就內掛裏 外掛正 就這樣對下來 就砍五 那我們這個例子 是錢 坤 所以就坤3 有沒有 就坤3 這個3 就是你四搖的位置 四搖在第三搖 那上面就坤 就是掛手 掛手為坤 所以你看 我們這個例子 有沒有 四搖是不是在第三搖 123 那掛手是不是坤 對啊 那四搖在第三搖 所以硬搖 跟他永遠相差 兩格 所以硬搖在這邊 這樣子就很簡單的啦 那第八個 填上掛手 講完了 第九個 是填上本掛的六親 填上本掛的六親 那你可以 參考這個獎益第九頁的表二 這個你要先知道掛手的五行是什麼嗎 還有六親的五行是什麼嗎 腰字的五行是什麼嗎 你這樣就可以簡單的查出你那個六親 好 那你看到坤 坤的五行是什麼 坤的五行是土 這我們叫過 所以 你掛手的話 就找土這一格的 好 那第一搖 是紫搖 紫是水 對不對 所以土跟水的關係是什麼 就對過來 是柴 對不對 所以第一搖的六親 就誰是柴 再來第二搖是� 銀的話是木 對不對 所以土跟木 的關係是關 所以第二搖就寫關 第三搖 第三搖 第三搖的話是什麼 是塵 塵的話是土 所以 土跟土是油 第四搖的話 是醜 醜也是土 所以是油 第五搖是害 害的話是水 搖之害是水 跟這個掛手土相比是財 那第六搖是油 油是金 搖之是金 那掛手是土 所以是羊 就這樣子 那如果有便掛的話 也是填上便掛 的六親 再來第十一個 填上月日之六親 月日六親 也要寫 月之跟日之 月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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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樣要舉一個有動搖的掛力 我們舉這個 那這個我就不護給你們了 你們自己把它抄起來 不然我還是護給你們好了 用在講義上面好了 那你就不用操 兩張都護給你好了 那你看那個步驟 第一個填上月枝跟日乾枝 所以第一個步驟 月枝日乾枝 先填好 第二個步驟填上尋空 尋空 這個要會搖 從日乾枝日找出生有尋空 第三個步驟填上六神 六神 這都一樣 第四個步驟填上六搖 比如說你普帥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三個人頭 一個人頭兩個一個 沒有人頭一個 不再這樣子 好 那填上本卦的謠資 你可以看到參考 課本52頁或者是 講義第9頁 都可以 比如說我們以講義第9頁來看 講義第9頁 我們這個 本卦的話是什麼 是對卦 本卦內卦是對卦 所以你就找對卦這邊 對卦的話是四毛醜 對不對 四毛醜 所以你看我們要寫四毛醜 然後外卦是離卦 離卦 離卦的話是什麼 有為四 有沒有 我們寫有為四 再來 第六個 填上便卦的謠資 便卦的謠資 我們本卦是對卦 那便卦你要把那個老陽變成陰的 所以變成砍卦 砍卦的話 砍卦的話是什麼 內卦是砍卦 砍卦的話是隱乘五 那因為我們只有第一謠 有洞 所以我們只有寫隱而已 乘跟五就不用寫 再來上卦的話 他本卦是離卦 那他動的第二雅 就第五謠那裡 離卦他動第二雅 老陰變成雅 所以變成前卦 前卦的話 你看前卦 在外卦的話是五聲虛 那他只有中間這個雅動 所以是寫個聲 所以這樣子都寫出來 再來填上四印 第六個步驟 填上四印 所以適應的話 你一定要從本卦來找 你不要從變卦來找 你不要從變卦來找 要從本卦找 本卦的話 他上卦是離 上卦是離 下卦是對 離 對 離跟對 所以有沒有 四遙在第四遙 掛首為更 四遙第四遙掛首為更 所以你就看到那個我們四遙在第四遙掛首為更 然後這個 再來是什麼 掛首找出來 再來是填上本 掛的六親 那一樣 你對講義 這個第九一的表二 更的話 他是五行 一樣是屬土 剛好是屬土 那你就跟那個六親一個一個比 跟那個 跟那個地是一個一個比 比出來六親 寫上去 這個應該會的 還有那個 月之跟日之的六親 也是這樣在對 這應該沒有問題 好 再來我們講一個 怎麼樣找乎神 那我們接下來 看這個課本第六十三頁 這邊找乎神 那理論上 剛剛那個一個掛已經完成了 但是如果說 你掛中用神不限 用神不限 要記得 你找乎神的條件 一定是用神不限 你才需要找乎神 記得 用神不限 好 那什麼叫用神 什麼叫不限 用神 用神 用神就是說 你所沾之事 那個就是用神 比如說 我沾求彩 我沾求彩 沾求彩 這個彩 彩謠 就是你的用神 就是你的用神 那如果說 這以後會講了 如果說我沾兄弟 那有謠 就是你的用神 就看你沾什麼事情 就以什麼為用神 這以後會講了 那什麼叫不限 不限就是說 比如說我沾求彩 但是彩謠 它在你的六謠 在 這掛裡面 完全都不限 完全都找不到 比如說我們用這個例子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沾兄弟 這等於是要講的例子 比如說我們沾兄弟 那你可以發現 這個六親當中 這個兄弟謠 有謠都沒有出來 你看長官才長官才養 而且包括月還有日的也沒有才算 如果月日有的話 就直接以月或者日那邊為用神 你就不要找胡神 就是說月日還有這個謠之裡面 完全都看不到兄弟 看不到友養 這樣子才需要找胡神 就看不到你的用神 所以叫用神不限 所以才要找胡神 那你看這個課本六十四頁這邊 這邊要解釋了 再來第三檔 找胡神之法如佐 第一個 你先確定用神的五行 為什麼 你要先確定用神的五行 為什麼 這等一下我們解釋 第二個在比較掛手之五行 以用神五行 相同者是弟子 即為胡神 我先用這個 課本例子好了 課本例子 它這邊 它例如天風垢 天風垢 天風垢的胡神怎麼長 比如說我們要取 用神為柴窯 那你可以看這天風垢裡面 這個完全沒有柴窯對不對 六窯當中只有父母窯子 孫兄弟官鬼兄弟父母 完全沒有 沒有柴窯 有沒有 好 那我們要先確定說 我們用神柴窯他的五行是什麼 那你怎麼確定 你要從掛手 來確定 你要先知道說天風垢 他的掛手是什麼 好 好 那這個你就查那個 查那個錶九那裡 查錶九那裡 錶九的天風垢 上掛為淺 下掛為遜 所以他的掛手是淺 因為掛手為淺屬金 那金克木為財 所以我們的七財五行就是要木的 好 我們先確定第一點 先確定用神 他的五行是什麼 是木 好 第二點 第二點的話 你再去比較 你看那個 第六十五月這邊 第二點 掛手錢 掛手錢 他的六搖 地支為什麼 第六點 第六十五月第二點 掛手他錢 錢的話 你看那個錶一那邊 第九月的錶一那邊 錢掛的話 錢掛的話 他的 下掛是指引神 上掛是五勝虛 對不對 所以你要 找木的 我們現在要找木啊 因為掛咬是木啊 所以其中只有二搖與木 符合與用神 同五行的條件 就這個銀木 所以二搖與木就是虎神 那因其六輕為七財 所以我們會在第二搖 本搖旁邊寫個 胡 引七財 你看那個 有沒有 第六十四頁那邊 我們寫在那個二搖旁邊這邊 一般不用刮號 你寫虎引七財 這樣就好了 虎引財 這樣就可以了 我再講一次哦 這個 剛開始 因為比較複雜一點 其實不會 我們再講一次 我們還是用那個刻板一直天空掛 鎖 很容易 太冷了 第一個我們要求採養 那用神的話不限 月日的話我們先不用考慮 現在我們月日就寫出來好了 比如說是七月 認神日假設啦 七月認神日 那個五行是什麼 那這樣子連月日採養都沒有 那這時候我們就需要找徒神 那徒神怎麼找 第一個你要先確認你那個徒神 那個徒神他的五行是什麼 先確定這個財他的五行是什麼 那這個徒神他的 他的五行 要怎麼出來 就是跟掛手比 就像你在邱這邊一樣 你這個怎麼出來的 就是用地勢跟他比 一樣啊 六七的著寡就是這樣子比啊 那你看喔 我要為採養 採養就是 跟掛手什麼關係 就是掛手去刻他的才會稱為採養 那掛手現在是金 那金去刻他的 一定是木啊 所以 這採養他就是木 那木 那木的話有兩個 就銀跟矛 所以他一定是銀或者矛 這其中之一 再來第二個步驟 你要從掛手這邊 從掛手 這邊來找 找他的六搖支的 地支 掛手是錢的話 他的六搖支 是 是紫銀成無身虛嘛 你這寫在旁邊就好 你不要寫上去喔 紫銀成無身虛 你看那個表印那邊 第九頁 講義第九頁表印那邊就有 紫銀成無身虛 錢掛的話 錢為天掛的話 就上掛錢下掛也是錢的 他就是紫銀成無身虛嘛 那我們要的是 木 銀莫毛的嘛 所以你採 銀莫毛 他一定會有一個啦 銀莫毛 所以就是這個銀 這一個就是我們要的虎神 那因為他在第二搖 所以你就寫在第二搖那邊 所以這邊有一個虎銀採 虎銀 一支銀 那六搖會採 就虎銀採 所以這個就是你的虎神 那這個就是這個灰神 這個是虎神 虎神的本窯之第二搖 你看虎在第二搖 這第二搖那個 本窯之這一個就叫灰神 這以後會講的灰神 就是這樣子啦 這個課本其他的人你自己看了 好 那我們再來講這個 我準備了這個 這個瓜粒 第十二的一樣啦 好 這有便搖的 我現在 我拖在這個白板 比較好 我把他寫在 白板這邊啦 比如說我們這是詹兄弟之士 詹兄弟朋友都一樣 那用神要用什麼 用神就用油嘛 那你看我們掛中 跟月日這邊 完全都沒有油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需要找虎神 那第一個你要先確定說 我用神是油的話 我的這個地支 他的五行是什麼 跟掛手皮嘛 相同的差異比油嘛 所以他的五行一定是金嘛 因為我們現在掛手是金 那金的話 這只有生跟油 所以我們確定說 我們要的是生跟油 這兩個其中一個 再來 又是前掛 前掛的話 它是紫陰神 無聖虛嘛 那如果掛手是別的話 你要用別的 比如一掛的話是毛醜害油味噬 遜掛的話 醜害油味噬嘛 要用別的 不是說你用紫陰神五聖虛 是因為剛好是前掛 所以紫陰神五聖虛 那聖的話在第五梁嘛 紫陰神五聖 有沒有聖在第五梁 一二三四五 所以起來這邊 吳 聖 九 就這樣子啊 這個 五聖就這樣子走出來的 吳 應該聽得懂嘛 這個 我們舉這三個掛力 那再來的話 我教你們怎麼用電腦排掛 怎麼用電腦排掛 你可以上網去 找這種 免費的排掛的那個 程式啦 這個在第五網裡面 一般我們那個 一個 這個是 房間 應該是目前全國 最大的這個 密尼討論區 DESTINY DESTINY 命以往 你只要輸入這個 你輸入DESTINY 應該就可以找得到 那個網站 那我現在來講出那個怎麼用 好那我一步一步開始 從這個 你登入這個 Yahoo 7 我的首頁這邊開始 那你就輸入 英文字母 D D S T I N Y 你輸入這個 這個英文字 這個 有沒有這個英文字母 DESTINY DESTINY 然后你按 搜尋網頁這邊 網頁搜尋這邊 這邊 按下去之後 然後他就會出現很多嘛 好那 這個第一個就可以了 這個就可以了 DESTINY 命以往這個 你點進去之後 啊 他就跑出來 啊好在這一個 好那然後你再往下找 往下找他這邊 啊這邊有很多城市嗎 這個就是他的排盤人士 這個八字只會抖數的占星 這都有 然後好這邊異掛城市 六搖 這邊 啊這個六搖異掛排盤 這邊點進去 啊 檢視之後你就會看到這一個 啊這個西元他是用國立的西元的啊所以日子這個你自己自己要要選 比如今天啊 他一定都是用今天的所以今天的話你就不用選了 好那比如說你要選3月8號的你就這樣子 要選3月8號 啊 幾點啊這樣子選 好那今天是2月14號 啊所以 用24號 好那我們用這個 我們講一第12 那個例子剛剛舉那個例子有沒有找虎神的例子 好那這個你要自己輸入啊 第一搖的話 我們是哨音嗎所以你要選擇 哨音 啊第2搖也是哨音啊所以你要選擇哨音啊第3搖也是哨音 啊第4搖 也是哨音 第5搖是老洋 啊第6搖 哨音 啊所以你就要這樣顯示 要這樣子選擇 啊再來 底下這邊虎神系統啊 這邊你要 點這一個王宏旭之普世正宗這一個你不要選這一個 好這不一樣 好再來掛紙顯示啊這個 隨便你啊你要顯示不顯示都沒關係的啊因為我們 我們不需要 不顯示的 那納甲系統啊你選這個金黃抑制納甲 納甲滑這個 好再來 啊用手動起掛這一個 啊你不要用這電腦起掛用手動起掛這一個 然後按下去 按下去底下他就有輸出結果這邊有沒有 輸出結果這裡 啊這個這個就是我們要的那個東西 有沒有 這個他的 他的盤在那個六層在這邊啊我們在右邊看左邊 一樣嗎 陳蛇白虎 玄虎青龍出現構成嗎 一樣 那本掛 衛士馬 衛士馬 然後又親事 護母官窯 然後掛手他沒有寫出來 掛手的話你就看這邊的 錢金 這邊 錢就看掛手 然後護神 護神他有兩個 看你是用哪一個的比如說我們是用沾兄弟的 那你就找這個兄弟護神這個 你沾子孫的你的護神就在這裡 那便療在這邊 他便療是全部都寫出來啦 這個我們都沒有寫我們就寫有洞的這一個 我就寫這一個 這一行的 其他這五個我們都沒有寫嘛 那你要注意他掛他那個月跟日的那個五行 那個六星他沒有寫出來 所以你要照自己會看 好 就這樣子而已啦 好那框黃在這邊 好就這樣子而已 好 好那我們這節課就講到這邊 那下一節課的話我們就從來斷掛技巧開始在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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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